梅花台风向北缓慢的移动 在星期一星期二最靠近台湾 气象局是持续的发布海上警报 却还是有冲浪客不顾安全 冒险来追浪 在花莲港内的船只则是保持了警戒 虽然生意大受影响 但还是以安全为优先的考量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防台准备 大浪不断拍打上岸 浪花越卷越高 没想到还是有冲浪客信冲冲 下水冒险追浪 在宜兰乌石港出现二到三米浪高 海岸线更是拉起封锁线 梅花台风持续逼近 花莲渔港同样保持警戒 渔船进港做好防台准备 连同赏金航班也被影响 用停航的状态来处理 维护游客的安全 虽然对我们的生意 影响非常的巨大 梅花台风向北缓慢移动 机昌局持续发布海上警报 台风在周一周二最靠近台湾 目前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3公尺 气气风暴风半径达到150公里 预计周二晚间才会逐渐加速离开台湾近海 机昌局长这名点也在联署发文 透露台风动向 外围云带影响雨区范围不小 提醒雨中活动要小心 在今天到明天可能也还是朝比较偏 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因此就暴风半径来看的话 碰触到台湾陆地的机会是比较偏低了 因此在陆上台风警报发布的机会的话 是有降低的状况 不止梅花台风今年第13号轻度台风末薄 在12号早上深沉 不过距离台湾相对遥远没有太大影响 以及热带扰动也有发展成为台风趋势 显示西北太平洋处在台风发展的活跃期 在今天到明天预计是一个比较缓慢北上的情形 到了明天晚上开始会逐渐的加速往中国滑中的沿海前进 届时可能台风才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目前来看梅花台风暴风圈出路的几率降低 微微环流带了雨是人得注意 尤其北部东北部势必得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